下一個 假裝蟀樣 假裝傻樣 假裝傻樣 假裝積金樣 好,讓你看比較淡定 為甚麼 強積金是長線投資 不用過分擔心市場短期的升跌 強積金是投資的一種 也會有潛在風險 例如股票市場波動 利率和匯率,升降等 怎樣管理風險 其中一個方法是分散投資 可以考慮因應自己承受風險的能力 投資向不同的資產類別 或者地區來減低風險 就是了解